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wake talk 加密市场的牛市又来了 我们看到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 整个加密市场原来的一波非常迅猛的上涨 比特币跟以太坊再次刷新了自己年内的一个历史新高 最高甚至比特币摸到了将近39800美金 一度即将突破4万美金 以太坊也是来到了2200美金的一个高点 那么其他一些山寨涨的就更好了 比特币B2420的龙头奥地单日内涨幅超过50% 这也引起了整个比特币生态的新一轮上涨 比特币B2420名文方面基本上都有个将近30%左右的一个普涨 像赛茨呀老鼠等等表现都非常不错 而且交易量也是非常大 那么昨天分享的这个派其实也是单日内涨幅又翻了一倍 那么整个名文赛道基本上完全都复活起来了 那么比特币NFT方面 比特币青蛙昨天最高也是逼近了0.2个大饼 所以也是创下了一个新高 整个的一个交易量其实也是完全都提起来了 那么除了比特币生态之外 我们看到最近的GameFi龙头BigTime也是在昨天暴涨50% 今天已经突破了0.4 那么这个的暴涨其实也代表着可能在后续游戏赛道又会带领一波热潮 币安新币方面 TIA又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即将接近9块钱 不知道 TIA到底能不能破10美金 那么Blesser在昨天也重新开始启动 包括C等等 以及MemeCoin的Meme等等 最近的一个表现也都是非常给力的 所以整个币安系的一个新币的牛市好像又开始出现了 本期视频呢 我就想跟大家去全面的盘点与总结一下 昨天一天整个加密市场发生的这些事情 希望可以帮助各位带来一些相关的投资的一些小思路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注意个人件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请扫码添加微信群 同时还有VIP咨询群 如果你有专业的web3一对一咨询需求 或者想获得一些早期的项目资讯和一些财富密码 那么也欢迎扫码加群 我们的价格是500美金 可以永久入群 所以有感兴趣 欢迎扫码 昨天最为火爆也是最吸睛的 那就是比特币的上涨 以及整个比特币生态的爆发 比特币昨天最高甚至一度摸到了39,800美金 真的是一度要突破4万 那么我觉得有一月比特币ETF的这个预期存在 那么比特币在今年年内突破4万美金 看起来还是比较的值得期待的 虽然12月份有圣诞节 但是12月的整个上半月 那或许比特币真的可以突破4万 那么整个比特币明文方面昨天真的是涨麻了 B2C20方面迎来了全线的反弹 那么在前三周整个B2C20明文进入到了一个沉寂期 但是昨天由于奥地的暴涨 所以明文赛道真的完全就活起来了 我们看到除了奥地单日内暴涨将近50% 现在已经突破了33 即将逼近35 那么赛次也是单日内涨幅有30% 那么这个之前的CX盘 PIN也是有翻倍的一个表现 那么老鼠也是有将近30%的一个表现等等 包括我们之前分享的MMSS这个黑猫社区的很多小姐姐的这个明文 其实涨幅都非常不错 可以说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主流明文都有了一波很迅猛的一个上升 而我们又知道其实明文市场都是中国人在玩 所以今天周天中国人起床之后 那么或许明文赛道会再一次的被炒热 那么可以关注一下可能还没有涨起来 但是比较有这些希望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几个STST 包括大丰收 还有RDEX之前最新的在比特币上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也是目前第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等等 那么这些可能也都是比较有机会的 那么或许在B2C20明文市场上明天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项目 但是我们从三周前跟大家聊过了 就是这个赛道其实有机会的就要看市场什么时候开始发力 那么其实整个奥地的一个领涨 那就代表着这个赛道目前火热程度就起来了 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去在今天一个白天中去捕获一些机会 觉得B2C20应该还是能再持续往上走高的 那么比特币NFT方面 比特币清华昨天的交易量将近19个大饼 那么如果算是他在MagicEden上的等等 那么交易量应该是有将近35个比特币的 那么这个交易量已经相当大了 那么来到整个地板价方面 昨天最高也是逼近了将近0.2个比特币 所以比特币清华最近的表现真的可谓是非常给力 基本上也是在本周内将近有50%的一个涨幅 所以目前整个比特币生态出现了一种复苏 那其实比特币生态的一个复苏 就代表着或许这个明文热潮 以及整个比特币的这些生态热潮 或许还能持续的往下走 但是我们看到之前我们去抢了这个DMint 那么它的这个鳄鱼以及它的这个水懒 它的一个价格倒没有太多的一个上升 大概还是150美金 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时候的一个价格 所以呢目前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这一轮牛市可以持续下去 那么这个资金肯定会先从B2C20先涨两天 我觉得如果能持续到下周三 那么明天以及周一可能B2C20都开始疯狂的风沫 开始疯狂的涨 那么过了这一天之后 从周天晚上开始 或者从周一左右开始 那就会外移到其他比特币的赛道 那么ARC20啊 包括NOSER协议啊等等 就可能会出现外移 包括狗狗币生态 都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些标的 但是这一轮牛市能够持续多久 以及这一轮明文热到底能够多么火爆 其实还是要看今天大家起床之后 整个市场到底有多丰盟 那么其实奥地的这个启动是有一点突然的 那么奥地的启动伴随着今天比特币的去触摸4万 带来了一波比特币生态的一个热潮 比特币这个生态其实目前还是可以加把火的 比如说OK和币安 他们会选择上线 例如赛茨呀老鼠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名文 那么会造成一个板块的一些轮动 所以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刻去上线这些名文 那肯定整个比特币BRC20一定会重新飞了 就我估计啊 整个比特币链上的一个盖斯费就一定会相当相当堵 那么其实目前整个比特币上的盖斯就一定非常恐怖了 那么已经来到63 那么等到大家启程之后 我估计又能看到三位数的比特币盖斯费 所以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但是还是那句话 在任何的这种炒作啊等等的一些情况下 大家都要注意一点 就是很有可能你购买的一些 就是山寨名文就永远都站不起来 所以买名文 现在还是推荐各位买一些龙头 比如说赛茨啊老鼠啊等等 这些都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再把目光放回到整个链上 其实昨天链上交易量非常少 只有15亿美金 较前天下降了将近有30% 而整个链上的盖斯费在昨天也可谓是平平无奇 除了大家有在抢两个NFT 那么基本上平均盖斯费也是没有超过40 所以以太坊目前的表现可谓是依旧拉跨 而且单从整个链上的资金流入来看 那么我们看到 其实市场已经开始了一个疯狂上涨的状态 但是从链上的一个资金流入看 那么在过去一周链上资金流入 不过也就是20亿美金左右 那么这20亿美金还不算上资产的一个增值 所以真的目前在链上其实还是比较尴尬的 那么包括以太坊等等 以太坊生态在这一轮基本上跟这个牛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么网上涨的那些项目也跟以太坊生态没有什么关系 像我们之前非常哈喊好的一些Layer 2 例如OPR Trump等等都没有出现一个拉盘的状态 那么反而是比特币生态的一些新项目跑了出来 那么以及就是币安的这种强装币 我们看到TIA真的是很猛 从空头到现在这个项目都基本上要突破9美金了 我估计TIA在今天破9应该是一个定数 那么它能不能破10其实还是要再观察一下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币安上新的这些新币的表现真的很厉害 你看到TIA单日内上涨24% 而且基本上这个月应该翻了将近三倍了 那么奥迪刚才甚至余度来到了33块5 现在差不多32也是单日内涨了超过40% 那么最近的blur就更不用说了吧 那么随着币安的上限 blur真的是火了一把 那么C也是在两周内是翻了一倍 Wordcoin最近也是表现的很强 那么唯一比较拉胯的可能就是后面的几个 那么像meme等等 虽然最高meme来到过0.04 但是只是一根针 那么meme其实也是洗盘洗溜将近两个月了 包括MTRN也有一波暴涨 但是最近的表现都看起来比较一般 那么其实我觉得其实目前的一个资金还是在比特币身上 那么比特币生态的外溢 以及比特币生态的一些暴涨 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得益于这个赛道 其实目前流动性还是比较差的 所以暴涨暴跌是定数的 而且呢 特币生态搞了很多这种大妈的CX盘 我甚至看到了一个视频 用OKX就线下的一些CX盘和D推盘 用OKX钱包去来交大爷大妈买赛 然后只要你成功买了多少钱就可以直接送泥和鸡蛋 还是送泥和牛奶等等 就是非常离谱的一些事情 那么当时的一些传效的手段又回到了B2C20上面 所以PIN真的是纯纯由大妈买起来的一个项目 那么在昨天的日报中也说了 B2C20的这样的一个急速上涨 以及在社会上被这些CX盘利用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么最后大爷大妈也好 或者是这些CX盘的老板也好 肯定都会被警察叔叔清算 所以等到清算的时候 或许对于B2C20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利空 但这个估计还比较远 大家可以现在先吃着涨幅 然后随时准备跑路 找好一个合适的时间点 那么同样的 如果这一轮牛市可以保持持续的话 那么BIN系列的这些强装币 我都是建议各位可以去玩的 那么TIA确实有点太高了 那么其实这一系列里面 目前看起来MemeCoin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标的 而且Meme的洗盘也是蛮久了 也没有出现一些太过离谱的暴涨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同样我觉得Blur今天也有开始启动的迹象 所以Blur随着这波Blaster的TVL 已经突破了615 也是来到了排名第三TVL的一个Layer2 那么前两个就是OP跟Uptrom 那么或许Blur也会再有一波上升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两个标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游戏方面 那么BigTime的一个上涨 确实也是带领游戏的一波热潮 其实在这一轮BigTime上涨中有很多在BigTime里面玩游戏的 这些矿工是赚的很麻很麻的 因为其实在BigTime中 现在去参与打进 依然还是有非常丰富的收益的 只不过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来进行调配 那目前的这个状态BigTime还并没有上线必安 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能在最近登陆必安的话 那估计能够是有破一的一个趋势 但什么时候上线 这个真的是不太确定 同样的 昨天跟大家去来分享的这个Xpad的项目的表现 其实也是相当给力 我们看到Xpad在上线不到48小时时间内 它的一个总体的TVL已经来到了将近1050个ETH 那么TVL也是突破了将近有230万美金 那么对于一款X件类的小游戏 那么在上线不到48小时内的一个时间 可以说它的一个表现也非常不错 那么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也跟大家去来分享过这个项目 那么大家也可以去使用 我小视频相信你们的 这个邀请马戏就用到这款游戏 个人觉得这款游戏的一个使用体验 游玩体验还都不错 而且这个项目其实如果后续发币的话 其实这个游戏还是比较的值得我们来去期待的 所以可以看一下 而且这个项目目前已经在推测上 呈现了这种病毒式的传播 基本上如果你看到了任何的一个推特 你随便点开一下 那么基本上在下面 你都能够刷到Xpad的这种回复等等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目前的这种状态 同样的Shopner这个项目 虽然经历了这周团队撕逼的一些FUD 但是在今天又是突破了新高 而且今天他们也在开AMA说 在12月中旬的时候 会即将上线他们的一个内测版本 这个游戏做的品质真的是很不错 而且一直都是跟大家推的 那么在VIP群里小伙伴们基本上也都买了很多 所以是恭喜各位赚麻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游戏赛道 可能也会持续的火热 那么目前呢 这一轮比特币的上涨就非常的像 开启了下半场的牛市 但是我一直提醒大家的是 整个12月份 那么整个的市场会面临着圣诞节 这个比较大的流动性抽离 所以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暴跌的状态 而且目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暴涨 确实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 而且已经涨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 没有什么太像样的回调 推特上很多人都在喊着一些永恒牛市啊 等等这样的话题了 我对此是非常不相信的 我认为从来没有什么永恒牛市 这个市场虽然可能长线会涨的 但是短期内一定会回调 而且其实我比较认可尼大的一些话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几条推 就最近其实尼大对于整个链上数据 以及宏观的分享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他也是一路就看这场牛市 并不是真的牛市 而只是一个反弹 那么下面基本上大家都是在骂他的 因为大家觉得你是踏空了 所以你才没有就是上车 然后你发表这样的一些观点 但我其实还是比较认可他的观点的 因为站在目前整个宏观层面上 其实不具备有形成长线大牛市的一个可能性 或许明天开始降息这个才有 而且整个比特币这一轮的上涨 是纯纯有ETF的一个预期来去做的 那么比特币ETF的一个通过 大概率是已成定局 所以我觉得在12月份 比特币虽然会回调 但是不太会有太大的回调 那么其实比特币的每一次回调 只要在1月份ETF通过之前都是我们去买入的最佳机会 所以在整个12月份 如果你还想要保证你的投资收益 那么我个人还是觉得要把你的仓位 逐步的从你目前已经盈利的山寨币上去转移到整个比特币上面来 所以这可能会是12月投资一个主旋律 而且我也跟大家说了 现在的这个市场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在看比特币的脸面 比特币说啥呢 就后续比特币涨的都涨 如果比特币开始跌 那其实整个山寨也是非常岌岌可危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么确实目前的一个牛市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从10月底开始启动 那么到现在12月初 那市场真的是没有经历太像样的回调 而且确实这轮庄家的拉盘手段 因为太凶了 实际是一根纹线疯狂往上拉 而且我觉得越是这种大家都在喊涨 都在要冲的时候 越是要保持冷静 请记住在这个市场中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定律 就是一定要卖在人生顶费时 所以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什么时候大家都入场了 都在冲了 那么就是你最佳的一个离场时间点了 但从目前今天的一个市场氛围来看 无论是BRC20也好 还是BR上的这些主流生态币也好 好像都没有去到达这个人生的顶费节点 不确定明天会不会有 那么也会在明天的本周的一个周报中 跟大家去来进行一些总结 那么今天周日 那么希望各位可以在 今天白天中去披草斩棘 赚到自己更多的一些收益 那么整个奥林特的市场 那么也会随着我们中国人起床 带来一波非常迅猛的涨幅 以及更牛逼的一个交易量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想要说的想要聊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或者是扫码添加微信群 最后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